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难舍之田 苏翠香甜的龙虾酥 甜蜜美好的大白兔 吃起来黏牙 甘美爽口的高粱仪 是几代人的甜蜜记忆 今天更丰富更诱人的甜蜜吸引着我们 甜味始终牵引着我们的味觉 为我们带来愉悦和满足 从我们出生的那一刻 最先享受到的味道就是甜味 母亲乳汁中乳糖的甜味 给孩子们带来了味道的最初体验 那份淡淡的甜味 让他们放松和快乐 相反 药物的苦味 立刻让孩子的眉眼挤到了一起 满脸写着不高兴 对于甜蜜的贪恋 深深地烙印在了我们的大脑 无论是古人 还是今天的科学家们 对于这种味道充满了兴趣 它为什么会让我们如此着迷 甜味物质 又如何影响我们的健康呢 如果现在问起来 您还记得小时候吃过的哪种味道 很多人肯定会说是甜味 说起来小时候吃甜食 不由的就会想到过年 好像只有在过年的时候 才能把平时吃不到的甜食 都集中起来享用一遍 23 糖瓜粘 腊月23小年 寄完了造王爷 麦芽糖做成的糖瓜 就成了孩子们的零食了 这麦芽糖上撒成芝麻 做成麻糖 做成长条 中间是空的 吃起来又酥又脆 山西等地过年 少不了黄米做成的年糕 里面加上用枣 白糖制成的馅 炸到表皮金黄 再撒上一层白砂糖 端到桌子上滋滋作响 迫不及待地咬上一大口 现在还能想起那种软糯的口感 陕西甘肃人的年夜饭上 少不了一道八宝甜饭 加糯米 花生 红枣 葡萄干 有的还会添加各种国福 吃起来甜酸醇香 那南方自然不用说了 人家更少不了甜食 四川成都等地过年的时候 经常说一句话 红甘蔗咪咪甜 看到看到要过年 这个时候许多人家 就会提前准备好 特产的红甘蔗 咬一口冒甜汁 又甜又清爽 到了广东 各种用糖腌制的小吃 那就更多了 小的时候大人们总说 过年了 嘴里吃糖 说话也得甜 甜味总是让我们能够 和美好的寓意关联起来 苦尽甘来 甘之如頤 这些甜蜜的感受 就是表达了一种 幸福美好的感受 那今天咱们就来说一说 甜味的前世今生 科学家们相信 甜蜜应当是先于生命 来到了地球 广义上的糖 是地球生命的基础 或许这正是包括人类在内的 地球生命迷恋甜蜜的原因 不只是人类 就连很多动物也同样爱吃甜 昆虫里头对糖最上瘾的 自然要数蜜蜂了 外勤工蜂不断地采集花蜜 带回蜂巢 内勤工蜂则不断把这些花蜜 吸进吐出 与自身的一种转化煤混合 起到类似于发酵的酿造作用 这些勤劳的昆虫们 不断地扇动翅膀 加快花蜜中的水分蒸发 制造出甜度更高的蜂蜜 其他一些小昆虫同样迷恋糖分 一点点带甜味的物质 立刻就会招来这些敏感的小家伙们 蚂蚁会依靠敏锐的触觉 发现这些甜点 它们会立刻通过自己的信息素 把美味信号传递给种群 除了昆虫 哺乳动物里对蜂蜜最痴迷的 当属棕熊了 为了获取这种香甜又有营养的食物 棕熊往往仗着皮糙肉厚 冒险去掏蜂窝 即使被遮得惨不忍睹 也挡不住这种诱惑 与这些大大小小的动物一样 早期人类追逐糖的旅程 也是从对自然蜜蜜的搜寻开始的 我们今天吃到的糖 是不会在自然界当中直接获取的 大自然给我们还是准备了 丰富的甜味来源 小的时候上学的路上 会有很多的梧桐树 经过了一夜的风吹雨打 开落的花瓣就会倒到地上 那一朵朵花呢 上半截是紫色的 下半截是逐渐变白 捡起来轻轻地捏住 它的尾部这么一挤 就会出现一滴透明的花蜜 伴随着很多小气泡 尝一尝啊 那真是伴随着花香的一种甜蜜 其实啊 古人他肯定也是在这样的尝试当中 发现了花朵里面蕴含的甜蜜液体 同时他们也知道 自然界当中啊 有一种昆虫 他们会把采集的花蜜 带到自己的巢穴当中 经过一番加工 就能够变成甜蜜的蜂蜜 于是 古人很早就开始从自然界 索取这种甜蜜的享受了 这是西班牙巴伦西亚比科普一带的 岩洞中发现的岩化 完成于公元前七千年左右 当时呢 是属于中石器时代 考古学家们认为 这个情形绘制的 就是一位女性采集蜂蜜的场景 她依靠着绳索 从悬崖上垂下来 当她伸手去取蜜的时候 蜜蜂炸窝了 像一团黑云一样扑向了她 我们也可以展开自己的想象力 猜一下 这个人的结局会是什么样 在史前时代 为了获得这一口甜蜜的饮食 人类曾经冒了很大的风险 历史早期的古人 以怎样的方式享受到甜蜜呢 学者们推测 在先秦时期 寻找和采集蜂蜜 已经成为一颗专门的职业了 直到今天 全世界的许多地方 依旧活跃着许多彩蜜人 为了那份新鲜和纯天然的蜂蜜 它们跋山涉水 奔赴山林 甚至登上悬崖峭壁 大自然里的野生蜂蜜 可遇而不可求 要得到大自然的馈赠 需要经验 方法 还有运气 出发前 人们已经准备好了相应的工具 攀登用的软梯 以及竹竿和相应的防护装备 经验丰富的采蜜人 会根据野生蜂的营潮习性和规律 找到蜂潮 想顺利获得蜂蜜 必须要懂得防御蜜蜂的攻击 采蜜人会提前准备好牛粪或树枝 用烟雾驱赶蜜蜂 保护自己 采下来的蜂蜜 软软挤压蜂蜡 就能把糖浆挤出来 无需任何加工和添加 就可以体会到大自然的美味 普通人要想在生产力并不发达的年代 天天能吃到糖 享受到糖给我们带来的幸福感 是不可能的 哪怕是在罗马帝国时期 获取了公民权 或者是贵族养老院的那些元老们 才有可能享受到蜜糖的滋味 那个时期 养蜂叶还没有现在这么普及 想吃蜂蜜 只能到野外跟野蜂争食 罗马人当时使用的酒杯水杯 往往都是用铅制成的 而在他们品尝葡萄酒的时候 就发现 如果把葡萄汁 放到这些铅的罐子里面 经过加热之后 味道就会变得非常的甜 反复熬煮之后 这些液体还能结晶出一种白色的晶体 这种白色的晶体 尝起来就如同后世的糖精一样 甜度非常高 古罗马人对这种白色晶体的喜爱 达到了一个疯狂的程度 赐予了它一个名字 萨帕 古罗马人的饮食当中 几乎离不开萨帕的存在 但是这种东西 是靠着酸和鲜熬煮出来的 长期食用一定会出现 铅中毒的症状 由此可知 在人类追求甜蜜的过程当中 也曾经付出过相当惨重的代价 为了这份甜蜜 古人甚至忽视了铅中毒的危险 在历史早期 能让人类享受甜蜜的主要物质 还是蜂蜜 它被广泛用在各种甜食中 还被认为是缓解药物苦味的法宝 历史学家们认为 在公元前一千多年的古埃及时代 人们已经懂得了 用捣碎的豆类和蜂蜜 制成简单的蜂蜜蛋糕 今天 人们以简单的方式 就可以品尝到 与古代类似的甜蜜滋味 三种基础的原料 鸡蛋 面粉 和蜂蜜 蜂蜜含有丰富的糖类 鸡蛋里则是满满的蛋白质 烘烤时的高温 使得美拉德反应 与焦糖化反应更加强烈 蜂蜜蛋糕的色泽更深 焦糖香味越发突出 不过 当时的古人还无法准确掌握 鸡蛋液和蜜糖的比例 还难以保证 蜂蜜蛋糕的松软和膨胀 不过 能尝到那份甜蜜 已经足够了 同样是在历史早期的中国 一种做法简单 香甜美味的人工制造的糖 正在逐渐普及开来 它就是仪糖 说到仪糖的历史 在《诗经大雅》当中就有记录 周圆五 锦图如頤 后世学者进行注释的时候 认为锦是一种味道发苦的野菜 图就是如火如荼当中的图 同样也是一种苦味的蔬菜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 周圆这块肥沃的土地 长出来的锦菜 土菜 吃起来居然像仪糖一样甜 也就是说 在《诗经》出现的时代 周圆地区已经有了仪糖 那么从什么时候仪糖开始 作为一种商品在市场上出售呢 东汉时期的学者郑璇做过一番有趣的考证 他在解释《诗经》当中的《销》的时候就说 《销》编小竹馆 如今卖行者所吹也 后世 比如唐代的经学家孔颖达也说 其实卖行之人吹销以自表也 而我们现在的人一谈到过去的民俗的时候 总会讲小贩的叫卖之声 剃头地拿一个换头 卖布地摇着波浪鼓 按照郑璇孔颖达所说 在东汉时期 仪糖已经出现在了市面之上 那个时代的卖仪糖小贩会拿着销吹 小朋友们一听见销声就知道 卖仪糖的上门了 所以这销声也就代表着甜蜜的生活到来 所以就留下来了一个词语 吹销卖仪 吹销卖仪后来又变成了 含仪弄孙甘之如仪这样的词语 仪糖就是世界上第一种 人工加工的糖类制品 也是中国在人类制糖历史上的 一个重要贡献 仪糖之美从北魏之期 已经吸引着人们 为了制出地道美味的仪糖 古代的匠人们对原料精挑细选 那些新鲜饱满的小麦 经过催崖后 苦力上刚刚萌生的嫩芽 被剪了下来 它们被细细捣碎 和已经蒸熟的糯米一起发酵 之后 滤掉渣子 只留米汁 这些汁液在土灶上 以纹火熬煮一天一夜 这个过程中 制糖将人们一刻也不能放松 不断添柴 搅动糖浆 当炉火熄灭时 色泽金黄 质地粘稠的怡糖就制成了 怡糖虽然亲民 但他们需要耗费不少粮食 在古代这就有点奢侈了 可人们对糖的需求又那么大 这该怎么办呢 好在战国时期 中国历史上的另一种重要的糖制品诞生了 其实啊 甘蔗汁在中国成为一种饮料 已经有了好几千年的历史了 屈原生活的战国时代 据现在起码两千多年吧 当时人们已经开始用甘蔗来榨汁饮用了 比如 储词当中就有 儿别刨高 有浙江鞋 这句话就是说呀 当年的人们在食用甲鱼和羊羔的时候 就要搭配上甘蔗汁了 甭管是直接喝 还是涂抹在旗上进行烧制 总而言之 那个年代 贵族 尤其是储地贵族的餐桌上 甘蔗汁是一个常见之物 当时的人们会把甘蔗结成一小段一小段 放在石旧里用储捣碎再来榨汁 所以啊 才有了屈原所说的浙江 而在不出产甘蔗地区的北方 人们呢 就只能依靠发芽的麦子来制作麦芽糖了 不过屈原那个时代的人一定想象不到 这甘蔗榨出来的汁水 除了直接饮用之外 我们还可以把它制成糖 这个糖叫什么呢 那就是蔗糖 不过正因为甘蔗里面含有大量的糖 所以人们出于对糖的甜蜜享受的追求 开始大规模地进行人工种植 东汉义务志中记载 甘蔗远近皆有 胶脂所产甘蔗特纯好 斩而时之 寄甘 公元一世纪时 中国南方的田野乡间 已经遍布成片的甘蔗林 其中胶脂 也就是现在的梁广 以及更往南的地区 这里出产的甘蔗被认为质量上成 野生甘蔗在一年内就可以成熟 到了收获季节 人们就可以吃到甘甜的甘蔗汁了 甘蔗简直是为制糖而生的 它精妙的光合作用系统 让它的产糖效率超过了大多数植物 不过 野生甘蔗生长分散 人们要到处找甘蔗林砍伐 于是 古人开始了大规模人工种植甘蔗 并且开始摸索 以甘蔗制糖的古老工艺 为了获得甜蜜 古罗马人偶然之间发现 把葡萄汁放入千制器皿中熬煮后 结晶出来的白色晶体 竟然甜美无比 这种神奇的物质被称作萨帕 人们没料到 所谓的甜蜜物 却是威胁健康的毒物 在历史早期的中国 古人们不断地摸索 制造出了另一种美味的糖 它就是这糖 甘蔗汁必须是鲜榨的才好喝 但是古代没有保鲜设备 过了一宿之后 高糖的甘蔗汁就有可能发酵变质 怎么办呢 古人就想到了不少的办法 有人把它开发成酒 有人选择了熬煮 总而言之都是为了长久地保存这份难得的食物 长时间地熬煮 水分脱去 剩下的东西就是粗糙的糖了 再蒸发掉一些水分 当它冷却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这甘蔗的结晶就变成了硬块 古人将之称之为石蜜 像石头一样硬的蜜 一讲到石蜜 我们就不能不提到一位 在历史上非常有名的石蜜雍顿 这个人就是魏文帝曹丕 魏文帝曹丕非常喜欢吃各种水果 尤其是带有甜味的 梨 龙岩 荔枝 枣 还有葡萄 他甚至跟大家说 用葡萄酿成的那个酒 喝完了之后非常舒服 哪怕是头一天喝醉了 第二天起来你都不会觉得头疼 曹丕还特别喜欢吃石蜜 他曾经满怀炫耀之意 向孙权赠送过石蜜五壶 而且还跟他说了石蜜这种东西 你没见过吧 这可比你们那边的一些水果甜多了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 中国的古人也在想方设法地掌握 和提升自己的制糖工艺 当时我们已经能够制造粗制红糖了 也可以将之称之为是红砂糖 砂糖的出现 是中国制糖技术的又一次进步 在熬煮甘蔗糖浆的过程中 将人们发现了奇妙的结晶现象 这在制糖中称为起砂 由此制成的糖称为砂糖 由于所含杂质较多 导致这个时期的砂糖往往呈暗红色 因此人们又称之为红糖 同样由于杂质较多 也导致了它的口感和甜度上都逊色不少 那么究竟怎样才能获得更纯粹的甜呢 唐代初年一次跨国技术交流 让中国的制糖技术迎来了提升 珍贯二十二年 也就是公元六百四十八年 唐朝大臣王玄策 率领使团前往当时的中天竹国 此次恰逢中天竹国的臣子阿罗纳顺反叛 他派军队劫掠大唐使团 逃离险境的王玄策巧妙诗迹 从吐蕃借兵击败敌军 此后王玄策带回不少天竹工匠 其中一些人就善于制糖 经过他们的改进 唐代的制糖技术有了显著发展 有了丰富的甜蜜来源 各种美好的甜食也就更加丰富了 有了蜂蜜 宜糖和蔗糖 那各种甜食自然而然的也就出现了 刚才录制的时候 我们的导演就问我 藤月 你小时候吃过糖糕没有 我说我太熟悉了 过去小的时候 糖糕我印象非常深刻 那是拿面粉用开水活制的烫面 里面包的馅是什么呢 就是一撮白糖而已 用料极其简单 原本白色的面饼啊 放在油锅里滚上几滚之后 它的外表就变成金黄色的 还布满了大小布衣的薄薄的小泡 然后整个就鼓起来了 趁热吃上一口 软糯香甜 里面的那些白糖早就都已经化了 流得到处都是 那个滋味啊 到现在我都忘不了 回到古人生活的年代 咱们跟他们说 你少吃点糖吧 人家肯定会觉得莫名其妙 我平时就难得一吃啊 凭什么让我少吃一点呢 古人呢 在拥有了糖之后 也开发出来了各式各样的甜味食品 比如说 齐民药术当中啊 就能看到相关的记录 随饼就是用骨髓油和蜂蜜 和起来之后做成的面饼 吃起来呢 肥美香甜 还能够久放 细环饼 结饼 这也是当年的两种面食 二者呢 要使用蜂蜜 同时加入红枣汤 再配入牛奶 羊奶 加了牛奶 羊奶 烤制的这种饼子啊 香甜可口 非常酥脆 逢年过节 无论大江南北 总少不了吃糕 这种食物传承着浓浓的古风 也带来了美好的甜蜜 物产和环境决定了糕的原料 南方是糯米糕 而山西和西北则是黄米糕 除夕夜的饭桌上 它带着节节糕的美好祝福 出现在家家户户的餐桌上 油糕的制作耗时耗力 新收的梅子脱皮浸泡沥干 用石碾子碾成米粉 揉糕面是个力气活 全家人上手 才能把几十斤糕 揉得细腻光滑 红枣泥是北方人家 普遍采用的一种糕线 北方的干枣 糖分充足 软糯香甜 煮熟后剥皮去盒 储成枣泥 加红糖或桂花 自家压榨的老麻油 炸出的油糕 才鲜香酥脆 刚出锅的油糕 咬一口软糯香甜 已经融化的甜馅料 流入唇齿之间 顿时满满的幸福感 充盈心间 回首历史 古人们或许也一样 感受着同样的满足 咱们现在经常说 南北饮食的差异 常常会提及 北咸南甜 这动不动 一到了一些关键的节气点 这南方北方的朋友 有意无意的 总会要挑起一些 甜咸大战 吃粽子 你是吃甜的还是吃咸的 吃豆腐腦 你是吃甜的还是吃咸的 我们今天的人 好像是北咸南甜 但历史上在某些阶段 恰恰相反 是南咸北甜 比如说 南宋时期 有一位官员江少瑜 他写的 《新雕皇朝类院》当中 有这样的说法 宋明帝 耗时密字竹仪 一时述生 他说 南朝的宋明帝刘裕 喜欢吃密字竹仪 这个竹仪 后世有人解释成 是用鱼镖 鱼长做成的酱 但是想一想 用酱搭配蜜腌了 这个口味也怪清奇的 这位作者还谈到 隋阳第十期 吴俊进贡的螃蟹里面 也有用糖来制作的 就是所谓的糖蟹 或者是蜜蟹了 同时他专门写下了这样一句话 大抵 南人是咸 北人是干 鱼蟹加糖蜜 盖便于北俗也 这位江少瑜认为 大概是因为南方人喜欢吃咸的 北方人喜欢吃甜的 不仅他这么认为 孟西笔潭的作者沈阔也用过这句话 看来恐怕在宋代或者是某一段历史阶段当中 这北方人还是真的喜欢吃甜 南方人愿意吃点咸的 蜜蟹 这种频繁出现在糖宋史料中的美食 究竟有怎样的风味 在今天的烹饪高手们的努力下 蜜蟹得以再现当事 苏州 低处太湖流域产蟹区 苏帮菜 鲜甜渐肠 尤其善于鱼虾蟹类的烹饰 选择大闸蟹为蜜蟹基础食材 要成就蜜蟹的蜜 离不开精致的甜味来源 人们选择了同样具有苏州韵味的桂花糖 以猪油塑造枝香浓郁的基调 蟹黄蟹肉蟹柳分别下锅煸炒调味 重启一锅混合翻炒 火候恰到之时甜味登场了 先以老冰糖的甜带出鲜味 蜂蜜则用来加重糖的厚重感 如鸟鸟之音延续甜的韵味 桂花糖的甜味则蕴藏着桂花清香 三种不同特点的甜味 赋予了甜味的层次感与回味 它有一个响亮的名字 蜜蟹雍健 伴随着甜蜜资源的丰富 更多的美食应运而生 假如我们能够穿越到宋代 走在东京或者是临安府的大街上 各种各样的甜食 尽可以让我们一饱口腹之欲 一路走来能够看到有甜味的糕点 包括蜜糕 方糕 栗子糕 蜂糖糕 乳糕等等 这个方糕外皮是用糯米制成 里面包的是芝麻 豆沙 枣子打成的泥 有的还会加入桂花 蜂蜜 吃起来甜软 香糯 蜂糖糕是用面和鲜花酱加蜂蜜做成 松软可口 香味浓郁 除此之外还得推荐一种名为 低酥保罗的点心 又好看又好吃 将牛奶当中分离出来的奶油 对上蜂蜜 蔗糖 凝结之后一边挤一边旋转 制成了小点心 底下圆 上头肩 形成一圈一圈的螺纹 有名低俗保罗 学者们考证 在宋代街面上 已经出现了专门制作甜食的商铺 他们成批的制作 然后批发给小贩到集市上零售 那么这个时期除了糕点小吃之外 还出现了专门的糖果 南宋时期 一本专讲以甘蔗制糖的著作 《糖霜谱》 记载了糖霜的制法 后世学者们认为 其中所谓的糖霜 就是今天我们说的冰糖 其中谈到 制作冰糖要选在冬季 接住低温让糖更快更好的结晶 此年五月就可以取出晒干 制成冰糖 奇妙的糖霜一上市 自然成了有钱人家争相追捧的畅销货 能吃上冰糖是身份和财富的象征 在两宋时期史料里所记载的甜品 不少已接近我们今天的糖果 起源自唐代的酥糖 以芝麻 丹桂和糖制成 所谓细嚼丹桂桂莓 甜酥 硫麻香 糖脆梅 则是酸梅经过蜜字之后的小吃 甜酸爽脆 冰糖与核桃仁 松子 活馅做糖双饼 还可以青梅 橘饼 桂花 活馅 做成酥皮点心 叫大旧架 唐宋时期 中国古人的甜蜜时代已经到来了 回到宋代 除了各种甜点 甜食 还可以享受到 不亚于现代的品类丰富的饮料 宋代的大众饮品有几大类 其中有一种叫咳水 士林广记当中就有记录 杨梅咳水 木瓜咳水 五味咳水 葡萄咳水等等 制作过程也不复杂 将果品 取汁 与蜂蜜 和其他的配料文火慢熬 成了膏状之后放凉 喝的时候咬上这么一勺膏 用开水冲泡 除此之外还有所谓的熟水 熟水是将水反复煮开放凉 再加入果品和蔗糖蜜蜂 开盖喝的时候果香铺鼻 作为夏季消暑的饮品是很不错的 市面上还有一种饮料 就是各式各样的饮子 南宋试寺记中专门有凉水一节 也就是所说的饮子 其中记录了干豆汤 豆水 鹿梨浆 姜蜜水 木瓜汁 紫苏饮等等 在那个时期人们已经依据手头的材料 可以制作出丰富多彩的饮品了 而且放心绝对是纯天然的材料 时光流转 有些口味却始终传承不断 每逢白鹿时节 湖北孝赶的家家户户 都会吃上一碗暖哄哄的米酒 以当地的珍珠诺道为原料 酿出的米酒才会雪白利大 磕磕悬浮 以蜂窝草 甘草 丁香等天然植物 调配而成的酒区 则决定了米酒的香甜度 足够时间的浸泡 精准把握好蒸饭时间和温度 谈量后加入酒区 剩下的精彩变化 就要交给微生物们 半个多月的发酵中 酒区中的糖化菌 将糯米里的淀粉分解成葡萄糖 酵母又会把部分葡萄糖 转化为酒精 甜味与酒香就这样走到了一起 头年的桂花 让米酒平添了一种特别的清香 酿成的米酒甜润爽口 生津暖味 唯有对大自然的深刻感悟 才会催生出这份甜蜜 在历史早期 砂糖已经出现 不过由于所含杂质较多 砂糖往往成暗红色 它的口感和甜度上也逊色不少 唐代珍冠22年 大臣王玄策率领使团 前往当时的中天竹国 他带领借来的军队打败叛军 将更先进的制糖工艺带回中国 推动了制糖技术的发展 各种甜味美食不断出现 唐宋以来 还有一种甜蜜的食物 这就是所谓的蜜饯 那么这个蜜饯呢 我们可以理解成 拿蜜来腌渍各种水果 还有一种呢 就是所谓的蜜饯水果 比如说在唐代很有名的 保存荔枝的方法 就叫做荔枝煙 宋代的各类蜜饯 实在是太丰富了 武林救世就曾经记载了 绍兴21年的一场豪华盛宴 这也是在中国历史上 非常有名的一次奢华宴会 这就是清河王张俊 招待当时的天子 宋高宗照够的宴会 宴会分成了三个部分 出座 再座 正餐 出座这个阶段 除了水果干果之外 就是雕花蜜饯 这里头就有雕花梅球 雕花笋 雕花红团花等等 这其中特别谈到 雕花蜜饯的雕工了得 连小小的青梅 都制成了荷叶的形状 这些菜肴真可以说是精致奢华 当然了 现今有一些 早已消失在了历史长河中 而有一些恰巧机缘巧合之下 就被保存了下来 今天 每一个地区都有自己关于甜蜜的解读 这就是极具地方特色的蜜饯 大理尔园 春夜盎然 这里是尔海的源头 和煦的阳光下 青梅已挂满之头 尔园的人们自有将酸色化为酸甜的本领 用刻刀在梅肉上雕刻出微碗曲折的花纹 放入清水 撒上少许食盐以去梅子酸味 从空隙处挤出梅盒 轻压成菊花状的梅笔 根据白族风俗 姑娘出嫁前要手作一盘雕梅 这是呈现给婆家的见面礼 一层梅笔 一层白砂糖 金子数月后 梅子已经从青色变成金黄 清香脆甜 到了元明时期 一项重要的制糖技术的进步 推动了更纯粹的甜蜜诞生 明朝崇祯年间的天宫开悟 详细地记录了白糖的制法 因为用到了瓦溜 又叫瓦溜法 一口大缸 缸上架上漏斗形的瓦溜 以甘草堵住瓦溜底部的孔 把砂糖倒进瓦溜 然后摇起黄泥水灌进瓦溜 再拔掉底部的甘草 黄泥吸附砂糖中的杂质和色素 糖的颜色也变得雪白 更纯粹的白糖 自然也带来了更加纯粹的甜味感受 明清以来 中国的糖产量不断增加 各种甜蜜的美食更加丰富 尤其在京城 京师饮食南北惠翠 宫廷菜自皇家流出 和民间菜肴交汇融合 品类和烹饪风格更加丰富 比如现在咱们常说的拔丝 拔丝属于熬糖技术 虽然在历史上早就有了 但真正定型却是在清淡 宣统年间的薛宝辰 在他的素食说略一书当中 就写到了拔丝山药 将山药去皮切拐刀块以油灼汁 加入调好水冰糖起锅 极有长丝 拔丝菜的品种丰富 一方面是蔗糖产量增加 保证了民间对糖的使用需求 另外也反映出来 厨师们对于烹饪中 如何使用糖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在清淡以来 中国的烹饪文化及前人之大成 到了又一个鼎盛之时 对于这种甜蜜物质的把握 更是渐入佳境 炒糖骰 这种古老的烹饪技法 正是对甜味物质的巧妙运用 流传至今的经典名菜 苏式红烧肉 正是这种风味的代表 五花肉 洗净切快 更容易入味 辽酒浸泡 去肉心 大火烧水煮肉 小火雾肉 所谓雾 正是成就肉质滑嫩和弹性的秘诀 要入味就得舍得放糖 一斤肉一两糖 糖选择纯净透明的冰糖 炒出糖色 这是苏式红烧肉味道的关键 收汤 菜成 入口肥而不腻 酥而不碎 甜而不沾 浓而不咸 浓厚的红烧肉汤拌饭 真是绝配 糖醋软溜于背面 一道历史悠久的经典菜肴 新鲜的黄河鲤鱼 以波刀解为瓦笼花纹状 入热油锅炸透 以白糖香醋勾芡 用旺火热油烘汁 至油和糖醋汁全部融合 放进炸鱼 泼上芡汁 集成 色泽枣红 软嫩鲜香 背面细如发丝 蓬松酥脆 甜中透酸 酸中微咸 当中国的古人们 沉醉在种种甜蜜享受中时 遥远的欧洲大陆的人们 越发贪恋着来之不易的甜味 16到18世纪期间 在欧洲 现代的制糖工业 还没有得到大规模的展开 糖依旧是一种稀缺物 它的价格相对较高 只有权贵才可能 相对自由地享用到甜味 这个时期 欧洲人对糖的嗜好 他们对糖的天生的 那种高度的敏感性 可以让我们在一些 艺术作品当中看到痕迹 比如说 我们来看这幅画作 大家如果仔细看的话 应该会知道 这就是英国历史上 非常有名的 伊丽莎白女王一世 据说这位女王 太爱吃甜食了 她的牙齿基本都坏掉了 满嘴黑牙 法国王室和贵族也是这样 1701年 当时法兰西王国的著名画家 宫廷肖像画家亚森特里格 为63岁的太阳王路易十四 绘制了一张画像 为了显示这位国王的王权和财富 里格费尽了心思 国王看上去威猛无比 不过嘴唇紧闭 据说呢 这也是这位画师的设计思路 因为路易十四在40岁左右 就基本掉光了牙齿 其原因呢 也是因为她太爱吃糖 而当时又没有刷牙 这些保护牙齿的方法 所以等到发现的时候 为时已晚 人们用尽了方法 也没能保住路易十四的牙齿 在这个时期啊 因为疯狂的贪恋甜食 出现了异口蛀牙的现象 在欧洲贵族当中是很常见的 也成为了当时较为典型的一种富贵病 整个十六世纪里 南美洲大陆成了欧洲殖民者的疯狂淘金之地 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先后到来 他们种植大面积的甘蔗园 再销售到欧洲获益 对甜蜜的贪婪和毫无节制 让欧洲贵族们往各种食物中加糖 由此诞生了一批黑暗料理 喝酒放糖 在肉里放糖 往牡蜜上撒糖 同时也诞生出了各种甜食 有用糖和杏仁做成的杏仁糖糊 或是用面粉蛋黄黄油 加上糖烤成的甜饼 不过当时的普鲁士人 却总是窝着一肚子火 自己不产糖 只能吃进口糖 价格高低 还得看别人脸色 直到1784年 一名名叫阿哈尔德的科学家 在当时的柏林近郊 悬育出了一种根部特别大 含糖量很高的甜菜品种 并把它命名为西里西亚甜菜 1801年 阿哈尔德建成了世界上第一座甜菜制糖厂 从此以后 甘蔗制糖一统天下的时代结束了 处在温带地区的国家 也可以自己制糖了 在过去的数千年里 人们不断地改进制糖工艺 为的就是能够得到更加纯粹的甜 从科学的角度来看 我们是用了几千年的时间 不断优化提取方式 最终完成了提取实验 从蔗糖或者甜菜里提纯出纯粹的蔗糖结晶 那么糖到底是一种怎样的物质呢 19世纪以来 许多化学家开始了对于糖的研究 1840年 法国化学家杜布伦福特 在对蔗糖进行分析的时候 还展开了对蜂蜜的研究 他认为 虽然二者的味道都被称之为甜 但是蜂蜜和蔗糖带来的甜味感受是不一样的 他想要了解清楚 这其中的甜味物质到底是什么 为什么二者之间会有很大的区别呢 这个时期的化学家们 已经懂得利用光学的方法 对物质的化学结构做出初步的判断 杜布伦福特 很快就掌握了这些手段 通过观察和对比 他判断蜂蜜中隐藏着另一种甜味物质 经过了巧妙的测试 他最终得到了一种油状的液态物质 他在此后被称作果糖 杜布伦福特认为 这种物质的结构完全不同于这糖 依靠着自己的实验能力 杜布伦福特在两年后 提取分离出了另一种 被人们广为使用的糖类 麦芽糖 随着人类对糖类物质的研究 一些化学家竟然制造出了一些超甜的人工甜味物质 逐渐的 人们已经不满足于从植物当中提取甜味物质了 人们希望能够在化学实验室当中 合成出含有甜蜜的化学产物 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啊 小的时候守在爆米花鸡旁 师傅们把玉米大米放进去的时候 总会倒上一点白色的粉末 爆出来的米花它是甜甜的 我们都认为师傅放进去的东西就是糖 后来才知道那是糖精 有经验的人都知道 爆米花要是放白糖的话 这糖会在高温下把玉米粘在炉糖里 不容易倒出来 所以一般情况下都加糖精 一来呢不会糊锅 二来啊只要放上一少点 就可以产生足够的甜度 节约了不少成本 1879年 俄裔美国歌学家法尔伯格 在研究完煤焦油的提取物后 拖着疲惫之躯回到了家 饭菜的香味使他忘记了洗手 抓起一块面包就吃了起来 突然他意外地发现 今天的面包味道很甜 甚至甜得发呛 他赶忙问妻子 面包里是否添加了蜂蜜或者糖 结果他得到了否定回答 此时法尔伯格才恍然大悟 他赶忙舔了舔自己的手指 甜味正是来自手上 于是他风风火火地赶回实验室 逐一检查实验用过的器皿 终于他发现甜味来自一种名叫 林本甲仙黄仙亚暗的化学物质 此后他和自己的合作者 从又黑又黏又臭的煤焦油中 提炼出了一种白色的结晶体 凡尔伯格称之为糖精 它的甜度约为食堂的300到500倍 和蔬糖相比 糖精的制造更加省时省力 省成本 一时间受到了各地的追捧 然而随着他的普及 人们越发担心他带来的健康问题 宋焕璐 北京工商大学食品与健康学院教授 多年来 他专注于探索食品风味的密码 他将针对甜味背后的种种奥秘 做出解毒 糖精它的甜度是折糖的好多倍 然后用来作为糖的代用品 从机制来看 它满足了受体对甜味的感知而已 它对身体营养的好处没有多少 而且它如果长期使用 或者是过量的话 对身体反而有害 比如说如果过量的话 它会引起我们体内消化酶的分泌 那么会导致食欲下降等等 带来一些内分泌的紊乱这样的问题 随着对甜味的了解更加深入 关于甜味机制也有了新的发现 18世纪的普鲁士王国 始终被其他国家垄断着这趟进口 1784年 一位名叫阿哈尔德的科学家 经过十多年的培育 终于获得了一种全新的甜菜品种 由此处在温带地区的国家 也可以自己制堂 与此同时 科学家们也开始了对甜味机制的探索 伴随着对甜味物质的研究 科学家们也开始思考 甜味究竟是怎样被我们感受到的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样一张图 所谓的味觉地图 简单来说 就是舌头的不同部位负责品尝不同的味道 舌尖更能感知到甜味 舌根更善于品尝苦味 舌头的两侧后半部用来肠酸 前半部用来肠咸 那么这张图是怎么来的呢 1901年 一位普鲁士王国的化学家 汉尼格 试图寻找甜味的感受机制 他做了一个实验 分别在舌头的不同部位 滴下甜酸苦咸的味道 用以检测舌头的不同区域 对于味道的灵敏度 最终他发现人类舌头的某些区域 对特定味道的灵敏度会有所不同 这位化学家在完成了这个实验之后 没有继续下去 到了1942年 哈佛大学的一位心理学家 艾德温·波林 看到了关于这个实验的记录 他在整理数据的时候 犯了一个错误 把前者的敏感度差异 当成了绝对值 简单地认为 舌头的某些区域 分别对应不同的味道 最终绘制出了 我们前面看到的那张味觉地图 并把它放到了自己的著作 《实验心理学历史中的感觉与知觉》当中 因此 这张看上去很直观的味觉地图 就由此传播开了 这张图从它出现那天开始 就不断地受到了质疑 直到1973年 有一位科学家 才真正揭示了舌头与味觉之间的关系 20世纪70年代 美国科学家林达·巴托舒克 在另一位同事的研究基础上 重复了这个实验 并反驳了延续数十年的观点 科学家们最终确认 舌头不同部位 对不同味道的敏感度 的确有所差别 但这种差别非常微小 并不存在所谓的味道地图 与此同时 科学家们还开始了对 甜味受体的探寻 20世纪90年代 在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坟校 一位名叫祖克的生物学家 带领着实验团队 开始了大海捞针般的搜寻 并最终发现了甜味受体 所谓的甜味受体 如同味蕾的开关 当甜味来到时 这个开关会被瞬间激活 并将感受到的甜味信号 传递给大脑 从而让我们明白 甜蜜来了 伴随着关于甜味机制的探索 更多的甜味物质 也被不断发现 唐经是最古老的合成甜味剂 也是人类为了替代蔗糖 而进行的重要探索 然而它的出现 就像是打开了潘多拉魔盒一般 人们意识到 甜蜜不一定非得依赖于天然植物 还可以用人工的方法来合成 在此之后 科学家们为了彻底了解 甜味物质的构成 不断地创造出一些新的化合物 同时呢 有一些纯粹是无心插柳的研究 却导致了更甜的物质不断出现 在这个过程中 人们对于甜味带来的健康问题的担忧 也随之而来 科学家们不断探索 制造出更多更甜的物质 然而这也加剧了甜蜜的忧虑 科学家们发现 甜蜜的诱惑往往会导致我们为了那份甜味 吃得太多 摄入过多的热量 结果带来一系列的健康问题 现在年轻人都愿意喝奶茶 口感比较好 比较甜 但是据我所知呢 这个奶茶里面相当的含量是这个果不糖浆 果不糖浆实际上是它来源于淀粉 淀粉水解以后最终变成葡萄糖 那葡萄糖再经过一个葡萄糖一勾煤把它变成果糖 那为什么要变成果糖呢 是因为果糖的甜度比折糖要甜 是折糖的1.8倍 那这个甜度好 口感好 对甜的热爱是人类的本能 但是更甜蜜的物质 显然正在引发全球性的肥胖 和糖代谢类疾病的问题 并影响着人们的健康 因为它这个口感比较好 要过量食用的话 会导致代谢的紊乱 甚至有的时候增加肝脏的负担 所以说我们还是要科学地来认清它的本质 关于甜味的持续探索 也让一些困惑不断得到揭示 随着对甜味的研究 一些有趣的现象不断被揭示 20世纪90年代 两位荷兰科学家注意到了一种被称作奇迹果的植物 其实我们对它也不陌生 很多时候我们称它为神秘果 对于这种果实的发现和初步研究 要追溯到1852年 当时查尔斯达尔文收到了一封来自于遥远的非洲的信件 信件的主人描述出了一种神奇的植物 引发了达尔文的兴趣 写信的人叫威廉丹尼尔 是一名英国陆军的外科医生 同时也是一位对植物学充满兴趣的学者 当时他驻扎带被英国人称之为黄金海岸的加纳一带 他经常会外出进行热带疾病的研究与调查 由此也见到了不少在欧洲大陆没有的植物 1852年他写信给达尔文说自己发现了一种很神奇的水果 这是一种当地特有的浆果 人们在吃酸玉米面包或者喝酸性饮料之前 都会嚼上几粒这种果实 它会使得难以入口的酸味变得特别甜 随后丹尼尔还特地把这种植物带回了英国 受限于当时的研究条件 人们始终无法给出一个有效的结论 直到一个多世纪后 科学家们才揭示了这种神秘的浆果 能够使酸味食品变成甜味的奥秘 1968年生物学家劳埃德·贝德勒博士 初步揭示了味道奇迹背后的奥秘 他和另一位科学家发现 奇迹果中含有一种非常特别的物质 奇迹蛋白 在人类的进食过程中 它们会立即和酸味物质结合 并同时联动激活甜味受体 结果让我们感受到的是甜味 这个发现让人们了解了一种 特别的味道转换机制 科学家们相信 未来奇迹蛋白一定会创造新的奇迹 现在我们能够获取的甜蜜更加多元 单说甜味饮品吧 不同的地区因为各自的传统和物产 也就形成了不同的特点 西北地区有甜胚子 把蒸好的燕麦加入酒区 经过发酵制成 夏天喝真的是非常不错的一种 清爽解渴的饮料 平时也可以当作零食来使用 西南地区四川的冰粉就更让人难忘了 吃完火锅 那冰粉是标配啊 冰粉啊跟冰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它其实呢是一种来自于南美洲的 叫做甲酸浆的植物籽制作的 把这些黑芝麻粒大小的籽啊 用纱布包好 放在清水里不断地揉搓 然后呢加入少量的凝固剂 就形成了半透明的凝固物 形状像冰入口呢 有一种清凉感得名冰粉 冰粉呢是许多四川人夏天的一种美食 我们列举的呢 只是这么几个地区 其实全国各地啊 每一处都会有独属于自己的甜蜜 即便是今天 来自古老传统的甜蜜味道 同样也会被现代人所喜爱 广东的糖水和甜品早就名声在外 到了夏天 广东人消暑解渴 离不开一苦一甜 苦有良茶 甜不缺糖水 传统的广式甜味饮品发展至今 形成了二砂三户 二砂就是绿豆砂 红豆砂 三户则是芝麻户 核桃户 杏仁户 而在当下 新式甜品不断出现 以姜汁和牛奶搭配的姜状奶 甜中微辣 风味独特 还有暖味功效 顺德双皮奶 则以水牛奶为主要食材 加糖和新鲜的水果 好喝还有营养 今天 科学家们也在研究更巧妙的甜味 获取方式 我们要减糖减盐 那么减糖可以用别的方法 比如说我们可以从 气味对滋味的相互作用 比如说我一个酸奶 我本来要加一定量的糖 那么我可以添加一些草莓味 这样的香气的可以来增甜 因此可以达到酱糖的目的 营养学家们提示我们 对甜蜜的摄入应当适度 满足味蜜的享受 绝不应当以影响健康为代价 这才是甜蜜的意义 人类的创造能力或许还可以在未来 制造出更甜的物质 但就像我们的祖先所说的 五味和谐过犹不及 一代又一代人的传承和创造 已经足以满足我们的甜味需求了 甜度适可就好 不必再多 触发我们的味觉享受 带来的那份幸福和满足感就足以 任时光飞逝 甜蜜的滋味始终浸润着我们的心底 让我们始终有一份甘之如鱼的心态 或是苦尽甘来的期盼 这份甜蜜也推动着人类完成了不懈的探索和追求 逐步揭示了甜蜜背后的奥秘 也懂得甜蜜有度的把握 人类眼中无比庞大的太阳系 竟然只是广袤宇宙中的沧海一宿 这个庞然大物为何直到今天还在加速膨胀 浩瀚的宇宙尽头究竟在哪里 人类又该如何对它进行丈量 捷马科技时宇宙究竟有多大 像其不出